現在我們在新莊的IKEA 如果你從小就都做那種大型房車 你長大以後會不會也幻想著自己也可以開大型房車 讓全家人舒適的出遊呢 今天有一個車主他想要跟我們分享他買這台大型房車的故事 Lessus的ES200 真是太開心了 今天有個車主跟我們分享他的這個ES200 就看到那邊有一台車 掏毛了 這樣子更顯得這種車子可以妥善率高的車子真的是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ES200 哇這個新世代的紡錘型水箱護照 整個車頭設計非常的有侵略性 哇太棒了 你看這樣從車這個角度看過去非常好看 然後這個是他的大燈也非常的有精神 沒有霧燈的配置 前方有四顆雷達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場灰的下面有一個這個魚眼的鏡頭 那這一台可能有整個環景配置 太好看了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很有殺氣 從側邊來看呢 可以看得到他這一個輪框 17吋的 但是他這樣的車身配上這17吋的輪框也沒有覺得特別小 這樣看起來非常適合 而且他這一台是三個非常喜歡的 泰色的配置 然後頂配版的ES200頂配版 你看這個哇 上面雙色的還有鍍鉻的 然後他這一個後照鏡整合在這個門板上面 哇整個非常的有 非常的有跑車化的感覺 在下方也有兩個鏡頭 在這裡所以他這台應該是環景的沒錯 然後在車身門板呢 門板上面只有一條折線就這一條 非常銳利的折線 然後這個整個延伸到後面 哇這是鞋背的感覺非常的好 然後後方呢 整個後下面全部是鍍鉻 然後非常有質感 看不到排氣管 然後這種車子呢 雖然是房車 可是他的這個後行李箱空間非常多人 很重視 可以看到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哇這個實在是 驚人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後座空間 其實買這類車子 也有一部分是後座買家 四個門都有 KIDES可以開耶 不錯 所以我只要帶這個就可以 帶鑰匙就可以 這個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門板 哇料用得很好 很多層次 全部都是軟的跟皮的 這有這種木紋飾板 非常的有質感 那內裝是這樣 前方我已經調到我的坐姿了 這就是 ES200最大的一個賣點 隔音超好 然後 位置超大 我已經調到我的位置了 我身高181公分 但是 頭部空間 稍微的比較弱一點 只有兩個指頭 三個指頭 比較 比較 因為他這個鞋背的 然後他的整個椅背的傾斜度也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中間這個位置 就碰到了 就是比較斜一點 所以這樣 中間的位置比較高 但是腳部的空間很不錯 然後也有冷氣出風口 然後下面有兩個USB加上一個點煙頭 那我們來坐一下 這邊 看一下它的寬度 非常的好 直到這裡 那我們去前座之前先來看一下它的配置 我們走囉 來看一下 耶 救援隊來了 Carservice 我們來看一下 支援keyless 直接打開 哇 好料用勁耶 全部是皮的 三組記憶裝置 這上次有介紹過 它這冷氣可以直接通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就 預防它起霧 防霧的 然後 這邊電動腰靠跟 這個椅背調整 多項調整 哇 剛剛在外面 不好意思 欸 跑毛了 哇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啟動 來看一下好不好 它的PUSH STAR在這邊 我們來看 哇 這個自己就動了起來 非常的有質感 戰鬥氣息 哇 這個跟這個是連線的 這個動畫非常的好看 你看 哇 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哇 這個是這樣子的 它這個是 有動畫的喔 欸 然後整個質感 非常的好 喔 然後這裡 所有的這個 通風椅 跟電熱椅都有 哇 真的是 欸 然後這一個是 6AT的變速箱 上次講錯 講成CVT 6AT 然後這邊有這個 好像滑鼠 控制這個螢幕的整個介面 這邊還有一個小時鐘耶 但是我覺得小時鐘 不如換成大螢幕 可能比較多人喜歡啊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儀表板 加上它這個整個的配置 這個 DRIVE MODE跟那個 一個循跡繁華的控制按鈕 然後 都有 這個 換檔撥片 這些 這個真的是 欸 看起來很戰鬥化 實際是不是戰鬥化 不知道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喔 我們Let's go 那我們現在很開心 我們今天這車主呢 叫Fan 他跟我們分享他這台ES200 那我們就直接上路囉 哇 剛這樣子開下來喔 非常的舒適啊 好像是一座移動的這種 歌劇院 把這音響打開喔 你特別能感受一下 雖然它不是ML音響 不過它配的標配的音響已經很好喔 畢竟這台車 它也要價不是太便宜啊 所以 我覺得這車子呢 就適合像我這樣子的 欸 不是這麼熱血 可是又喜歡這種內裝質感 豪華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喔 這車主借我們這台車來試駕 來試一下這個車子 那車主他是比較害羞內向一點 所以等一下他就沒辦法露臉 也不好意思講 他怕說講不順會怎麼樣 我說沒關係那我們先溝通 所以我剛剛特別跟他溝通 跟他聊了一下 知道他的整個購車的過程 還有這車子他覺得有沒有什麼優缺點 那所以等一下我就稍微帶他來回答一下 你看像DNGA底盤真的還不錯 像剛這樣子回 馬上就有感覺了 所以如果在外面還有人在講說這個 就是豐田現在的車子還是軟趴趴熊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直接去試開看看 不要聽網路上的這些謠言或重 這樣轉你就知道了 感覺非常明顯 那我剛剛試的這個車子就是 我覺得他最大的罩門 還是一樣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引擎 ES200他只有2000cc的自然進氣 波這麼重的車身 可能會有一點點力不從心 可是因為像我這個開車的習慣 我不會覺得說 需要重踩油門或熱血 其實這樣子反而很適合我 因為很順 比較溫但是很順 我喜歡這種感覺 但是確實剛剛比如說在過堤旁 這種有一點斜度的話 他要吹油門的時候 引擎式傳來的聲音會比較大一些 這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有沒有常常需要爬坡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常走高速公路 或者是市區行駛 我覺得這車子是非常稱職的 那沒關係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感覺 我們來分享一下車主的一個感受 太開心了 今天是終於試到這一台 這個豪華座倉 坐這個車子就是在這種 這種非常一望無際的這種地方開車 就是爽快真的 很舒服的一台車 而且他移動的質感非常的好 隔音也非常的好 我就喜歡這種感覺 但這是我的感覺 重點是車主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今天很開心這個Band Band 他跟我們分享他這一台ES200 頂配版的 頂配版 那我們就是先了解一下 他這車子是2020年1月才交車 所以到目前為止才交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的車 他已經開了3000多公里了 所以代表說其實是有在開 因為他老家是在 我們現在在新莊 他老家是在屏東 所以常要這樣子來回 所以過年有回去 有稍微呸了一下 這個距離比較遠一點 所以已經開了3000多公里 所以有一些的心得 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這個車子呢 他的前車 這個車主的前車是 Artist 那我問他說他為什麼想要 其實我不是問他 他就坐旁邊 只是他不好意思講話 所以 我問他為什麼要換車 他就說 因為這個從小就 家人就是都開這種比較大的車 他爸爸之前就開 比較屬於大型房車 那就是讓全家人都非常舒適 那現在有一點點能力 他想要進階 也可以開一些比較大型房車 所以從Artist 換到這一台 這個ES200 那有 當時有沒有什麼口袋名單呢 他說有 就Camry 還有NX200 跟ES200 跟這一台ES200 我說Camry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他也是TNGA底盤 然後 又是Toyota同集團的 理論上應該是一樣的感覺 不是嗎 他說 對 但是ToyotaCamry 目前全部進口的 全部都是只有2500cc的 然後買到一樣的規格配備 大概要到140幾萬 140幾萬 那再加一點 不就已經可以到Lazos的豪華版了嗎 ES200的豪華版 那所以他後來就直上這個ES200 就是沒有選擇Camry 那我說NX應該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NX如果以他的預算 200的就是比較陽春 聽說是連電動椅都沒有 那我就說 那以差不多價位來看的話 ES200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最後他就選擇了ES200 剛剛這樣子開齁 真的很真的很棒 大家上次沒跟到我們那個ES200的賞車趴 下次我們在辦的時候大家歡迎一起來 那我會陸續的辦一些賞車趴 讓大家不好意思進到展示中心的 或者是還沒有要換車 但是你也想了解這個車子的 一起來看車 那我們接下來就跟這個車主聊了一下說 這個車子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優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就說第一個字就是大 大就是ES的車系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特色了對不對 車長將近5米 然後車室空間非常大 軸距非常的長 所以坐在裡面不只大而且舒服 他這個皮革齁 我不知道是特別設計還是怎麼樣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觸感特別的細緻 這個坐在很難想像啊 這一台車才賣這麼一點 才賣這個價錢 我覺得他如果拿來跟雙B的齁 你沒有到E-Class可能 E-Class可能坐起來都沒有這種舒適的感覺 而且他的內裝可能也不見得 會比這個好喔 那這是車主的感受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配備非常的好 配備就是以這樣子的價位來看的話 當然大家知道多少錢啊 然後再加上折價 那如果說有能夠接受跨年度的 19年產20年式的 其實跟20年式的整個配備是一模一樣的 你如果可以接受跨年度 這折下來很誇張耶 可能沒有比這個CAMERY 真的沒有比CAMERY貴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個車子 這個我也是覺得是目前ES 能夠賣這麼好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內裝的質感非常的好 什麼配備幾乎都有了 你想得到的幾乎都有了 而且那個什麼ACC啊 車道偏移啊 車道維持全部都有 真是還有什麼缺點啊 找不到 那還有他說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車頭很帥 那個車頭很有侵略性 而且整台車非常流線 他就是已經有點像那種鞋背Coupe 的那種跑鋁的跑車化的這個設計 這個是這台車最大的一個優點 然後油耗也是 跟他上一台Artist還有比起來 他沒有差多少 雖然車格差這麼多 但是沒有差很多 他覺得 然後跟他家裡之前那一台車 他之前那一台也是中大型房車 那個的油耗大概只能跑到8左右 這個平均下來有12左右 所以他覺得非常的能夠滿足他的需求 以這麼大的車子能夠跑到12 算是很不錯 那優點差不多就這些 那剛就是講了這麼多優點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你們剛看到這畫面 呈現出來的質感 我建議大家可以直接到展示中心去看 看也不一定要試 反正你就去看 你就知道這車子 它的內裝怎麼鋪陳 而且質感非常好 那當然很多人會問到說 這個車子有沒有什麼缺點 缺點也是最多人想知道的 所以我就問他 這車子缺點有沒有什麼 他就說最重要的缺點就是 是優點也是缺點 對啊 你剛剛不是說這就是大嗎 結果大也變成缺點了 在市區真的要回轉 像我剛剛就是只是要做一個U-turn 我要做兩次 因為那個U-turn我大概一般的車 我一次應該就過得去 那這台要兩次 這也是這個比較長軸距 還有比較長大的車子 比較大的一個缺點了 不過這也你在買的時候 基本上也就知道有這個問題 所以可能也不算是什麼缺點 就他覺得有時候 會覺得市區行駛太大 然後有一些停車場 像台北市有一些機械車位 它不是只有限高 它的限制長度 E-Class以上 ES以上是進不去的 所以ES有一些機械車位 是沒辦法進去的 這個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不過如果克服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車子 在中部我就買這種車 你知道嗎 完全不考慮空間的問題 那個停車位 還有開車的 使用的情境的問題 這真的是大也是一個好處 但是在這裡 我確實覺得大 這車子太大了 然後再來就是馬力的部分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一車子比較 屬於ES200 屬於2000cc自然進氣 而且是上一代的ES 就配這顆引擎 覺得比較弱一點 但是我覺得 這就看你的使用情境 有些人覺得這樣很夠用 像我我就覺得 其實還挺夠用的 這位車主Ben 他也覺得 他平常就是這樣開 那為什麼一定要開快 或者是一定要多有力 我覺得這樣開也很夠 所以這個是看你的使用情境 如果你是住在山區 確實有可能在爬坡的時候 引擎室傳進來 聲音會比較大一點 不過正常情況在行駛 他給你的質感 絕對是滿分的 那其他有沒有什麼缺點 我本來覺得油耗會很不好 好像油耗也還挺不錯的 所以大概也不是什麼缺點 所以缺點差不多就是這幾個 最後雖然是我自己一個人唱 沒有雙簧 只有我自己講 他連是是是都不願意講 我也沒辦法 比較害羞 沒關係 剛剛有問的這個Ben 車主 他說我們還是要來個真心話不冒險 這個車子 你只要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車主 可以不冒險買錯車 那這車子如果再回到半年前幾個月前 你依舊會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ES200嗎 或者是推薦其他人買這台ES200嗎 他說他會選擇ES200車系 但是他建議大家買豪華版就好 買豪華版就好 是吧 講個試嘛 至少證明這裡有人 對豪華版或者是直上250或者是300H 因為他覺得他買這台是頂級的200頂級的 差了18萬差那些配備 他覺得沒有這麼必要 也不是這麼關鍵性的一些配備 所以他覺得這些配備 其實可以省下來變成 就是直接買最入門的才160幾萬而已 那如果加上折價真的跟Camry差不多 他覺得可以這樣建議 那如果說你預算是有比較充裕的 不要買這個頂級版是直接上ES300H 或者是250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感覺 那我除了這個推不推薦這台車以外 我又問了他 這個為什麼如果你開這個車 你出去的時候你不會 人家會覺得說 你這個就買Camry就好啦 幹嘛要買這一台 可是他就直接跟我講 欸戰哥 你不覺得 你有看過Camry吧 我說有 你不覺得這兩台的車 根本走進去 不覺得它是同一台車嗎 確實 走進來真的不覺得它是同一台車 因為內裝質感 然後整個鋪陳 內裝鋪陳還有它的用料 完完全全截然不同 只是同一個媽媽生的 你就覺得他們是 欸兄弟也是兩個不同的個體 好不好 同一個媽媽你就當成是同一個人 那這很奇怪 既然你覺得同一個媽媽生的小孩 即便是雙胞胎 它還是不同的個體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兩台車 是同一台車呢 這邏輯很怪吧 對不對 對 大聲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稍微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觀點跟想法 其實買車還是要看你個人的使用需求 還有整個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如果你覺得這個車很適合你很棒 歡迎大家一起跟三哥來看這個 我下次有辦這個賞車趴 大家一起來好不好 大家不好意思去看車 跟我一起去看 沒有壓力的 也不用留資料的好不好 自己一起來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加入社團討論 我們社團裡面有很多的達人 那我的這個賞車趴的資訊 也會放在社團裡面 那我們期待下次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更多Lexus的車系 如果有Lexus的車主 歡迎跟我聯絡 我們期待能夠分享更多 實際的使用情境 下次見喔 拜拜 拜拜可以講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這是我執行90天重啟人生計畫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喔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獎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